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之前我和大家分享過我開車上班時 穿水棍燈的經歷 話說這次我又想到另一個 和日常保養有些關係的 topic 其實我每次換完新胎都會爆胎 不過今天就不是想說爆胎 而是想說胎氣 我日常都會說 最好就養成一個定期打胎氣的習慣 簡單來說 如果胎氣太少的話 就會影響你的油耗 即是駕上來你的車就會浪費油耗了 相反如果胎氣打太多的話 那車駕上來就會很抖 而且會影響你的找地力 其實說到尾都是跟安全有關 而且如果你每入幾次油耗就會去打胎氣的話 對你自己都有好處 至少你知道 會不會有條胎走很多氣 你起碼知道難道會爆胎 因為有時候爆胎不是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是慢慢來的 那胎氣究竟應該打多少呢 其實就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因為每一部車的數字都不同 那應該怎麼看呢 正常來說 應該打開車門 就會見到有張 label 上面就寫了它建議你應該打多少胎氣 又或者其實你看說明書 都有這些數字 其實打多少胎氣 就跟你用什麼胎鏈 和你的載客載貨量有關 以我這部車為例 我現在就用2057吋的胎鏈 它建議的數字就是220-240KPA 換算平時我看的磅 就是32-34左右 那我就打34 好了說完一輪 究竟胎氣怎樣打的呢 其實真的十分之簡單 現在油站主要應該有兩種胎氣機 一種就是新式 我今天想說的是舊式 舊式那種很簡單 首先你停下車 通常都在油站旁邊 你看到有一部好像磅一樣的東西 那部就是打胎氣機 好了 首先你設定好了 你要的磅數 看清楚單位 設定好了 那你就可以打開 你條胎入氣的蓋子 有時候可能會難開一點 還有你會弄一隻手髒了 你要有心理準備 打開它 然後真的很簡單 你就把東西一下放進去 舊式那種就很清楚 你一進了下去 它就會叮叮叮叮 這樣 即是已經是打氣進去 那打到什麼時候呢 其實就是當它的叮叮叮 會越來越慢 去到沒有聲音 其實就完成了這個工序 如是者 打完一條 你就打完其他三條 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據我所知 新式應該是剛剛相反的 其實我也是用過一次 它是電子的 只要你按加加減減 就設定好數 然後呢 印象中好像是沒有聲音 入完之後呢 反而就會有 不知叮一下 還是叮一聲 總之它會告訴你 搞定 最後啦 不要就這樣走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打完它氣之後 記得把那個數 設定去0 然後把整個東西 放回原位 即是做一個有手味的駕駛者 讓你後面那個 都用得舒舒服服 好啦 今集大致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類的內容 都是那句 記得subscribe 這個channel 還有comment like share 下集再見